香港和新洋情創意 新疆和立體意見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 蕭樂華政府開始的打擊衛生客 怎麽是說我聽眾 陳女士 這些立法問題真的長期困擾市民 搞到個香港多乾淨呢 我想請問雷星大 希望不要雨點少就好 也有些好奇 究竟投稅完之後 怎麽跟進 有沒有跟進過 就真是不知道 千禧年代 星期一至五 上午八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 時事 知識台 港台體壇 一二三 最朝香港及國際體壇 港台體壇 一二三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港台體壇 一二三 來到星期二 在這裏出現的主持 陣容 久了 我才跟翠兒說 不夠你行嗎 現在 差不多三個月 才再見到余翠兒 今天有業運 現在想余翠兒 雙兒出擊 各位觀眾和聽眾等了很久 這個星期二的雙兒組合 終於是今天再一次 和大家 建議你又可以聽到 我們兩個發聲 對呀 因為上個星期其實 幾分鐘後 這麼疼她 還有呢 如果大一個想學劍擊的時候 哇 姑媽又可以傳授她的秘技 給她 嗯 你真是很幸福 我現在都覺得很幸福 因為我有翠兒在我身邊 對吧 這個時候呢 我和翠兒一齊 和大家一齊 進入這個運動社交 先 運動社交 好了 關於運動社交 翠兒 說到劍擊的時候 我覺得和你一個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和你都很關注 你看到 我們講 剛才電視32 有播一些劍擊賽事的時候 那個感受 是不是會 更加來得肉緊些 更加想大家可以看得多些 都會是 因為以前 我們看一些國際的比賽 最辛苦是甚麼呢 最辛苦就是 要找一些直播的網站 因為以前 可能電視台 未必會有播 網上 可能一些直播平台 都未必有 可能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功夫 可能問一下羅馬尼亞 那裏有沒有直播 就是看一下格魯吉 那裏有沒有直播 很辛苦呢 才可以找到一些劍擊賽事 原來找到阿諾亞圖那裏有 是的 港台電視32 其實都有很多直播的 一些管理的賽事 有劍擊賽事 也有直播學界的賽事 我覺得其實這個做法是非常之好 因為學界 對於一些學生來說 就已經是他們的中學生的奧運會 因為可以代表自己的學校去出展 很多時候 大家都能夠去到現場那裏看 現在有了這個電視 阿諾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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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